周杰伦是演艺圈出了名的哨子 还曾以妈妈的名字 也会每当成自己的专辑名称 而近日周杰伦概念股 终于在港交所上市 周杰伦本人虽然没有持股 但周妈妈持有不少股份 外界用发行价出不计算 就已经拥有约16.69一台币 直接加入亿万富翁的行列 不过不少人也好奇 周董没有参与公司管理 也没有持有股份 为什么会被称为周杰伦概念股 其实是因为这个公司 涉及周董智慧财产权的产品 就已经占了将近40%的营业儿 可以说是围绕着周董做营运 也是依赖他的名气卖产品 不过才上市第一天就标出超高股价 也让不少人不得不赞叹周董的厉害 不少网友也纷纷笑说 周妈妈实在太会养儿子啦 青小怪文 最后却不得不赞 最后却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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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最后却看得很高 未经许再次却看得很高 最后却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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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由于让这边就行